大家好 今天呢想聊一下 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件事了 就是香港的这个事 香港的这个中国 马上要在人大审议的 这个关于香港的一个国家安全法 专门为香港 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 法律 我想关于这个法律的 这些详细的东西我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呢最近事情很多 大事非常多 关于疫情的事 还没有结束 这个全球还是在轰轰烈烈的 这个巴西已经变成第二位了 也就是疫情的中心 已经转移到巴西和俄罗斯去了 特别是巴西啊 特别惨 在这样的情况突然爆出这么一个新闻来 感觉这个新的 这个香港的这件事呢 会压过关于疫情的事啊 那如果我们从 如果我们把中国与美国 或者说中国和西方的这个 目前的这种对异啊 或者说对抗吧 甚至说我们把它比作一盘棋的话 那么 这盘棋 实际上在进行 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就已经是属于短兵相接了啊 那那一盘 那那一段还没有 撕杀出结果来的时候 疫情的事爆发出来了啊 疫情的事爆发出来之后 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就香港的事也爆发出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三件 非常大的 直接关系到中国和西方 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对抗的这种 大事 就是已经有这三件了 给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的这个 嗯 无论是在贸易战也好 在疫情也好 以及现在的这个 这两件事上已经处于一种非常 其实相当被动的状态 虽然 虽然疫情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是全球性的 或者 其实美国的损失啊 或者说美国 他的感染的人数啊 死亡的人数都 远超中国公布出来的这个数字 但实际上这个疫情对美国的损失 还真不一定有对中国的损失打 对中国造成损 因为因为疫情在让全世界的 需求大幅下滑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那一批能够出口 能够赠得大量美元 使中国每年获得几千亿 美元顺差的加工企业 这部分企业 这部分加工出口 贸易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因为全球开始停顿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疫情呢 并不是说中国的疫情就一定比美国轻 虽然中国现在感染的人数少 而且你说要复苏吧 中国现在中国因为在这个管制上用的力 也比西方要大 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社会造成的这种紧缩作用 实际上我觉得比西方要大 所以疫情到底谁占优 谁中间更那个 咱们现在很难去定论 所以中国也有中国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 问题是现在各个国家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要调查这个疫情的源头 最后这个源头调查结果都会落实到一个赔偿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脱离不开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旗就没有办法下下去了 因为直接面对着一个西方整个 不光是西方 整体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联盟 所以中国的这个旗下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 这个香港问题又再一次被摆出来 其实香港问题去年 可以说是中国 19年香港问题 战闹了半年以上 轰轰烈烈的 可以说是有关中国的一件最大的事 那件事呢 算是以 港人的胜利 告终 其实那件事并不是由香港人调起来的 那件事是由中国促成 让港府去 非要设置一个送中法律 那是港人起来反抗 所以呢 你说香港呢 它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它是做出了一个反应 并不是它主动挑战这件事 但这个反应的结果 显然对 中国的统治者 也就是中共吧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现在呢 它其实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呢 这个结局 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马上会面临着香港更多的选举 这些选举 也许会重复香港 去年的那个区立法院的选举 那这样呢 所谓的建制派 又会更加的显示出少数来 香港人的这个更加叫做民主派吧 就会有许多更大的 更大的胜利 其实这个没有关系的 从一国两制的本质上来看 这个无论香港是哪一派的获胜 他是两制吗 这是他香港的民主制度的一个 自然的结果 就像台湾不可能 永远是国民党在旁边 台湾的民进党他在 他要上来 如果他做的好的话 你既然是两制 你就应该有这个 你就应该完全尊重这样 他们自己玩自己的政治游戏 按照自己的政治制度来 进行自己的 政治治理 无论他那香港的制度是怎么去玩 他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 结果 这个你都得尊重他 他又没有说到了 就算是民主派上来 他也没有说 说要独立啊 当然香港最后想做的那些事情 其实也是非常 可以理解的 他香港人也有这个权利去要求民主 是不是他有权利去要求 他的真普选 但无论如何这些事情 并不是说火烧没冒的事情 也并不是说在目前这个时期 就非要去把它弄出个所以然的 你当时中 中国 中共在跟英国签这个 一国两制协议的时候 就应该已经预料到这些 所以14亿的中国 应该有这个度量啊 容忍啊 边上这么七八百万这样一个 香港实行他自己的民主制度 他们要 只要他没有影响到中国对他的主权 我觉得这个 香港人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任何的生活 香港人没有给中国造成任何的威胁 完全没有造成 香港人只是在他自己为自己 按照一国两制的这种 这种 根本的这个 根本的 意义所在 他在履行他自己的制度 他正在运行他自己的制度 这有什么好够非的呢 你为啥 大陆的这些人非要伸出手去干涉别人 你除非认为他对你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那香港人是不是跑到内地来宣传民主呢 没有 香港人只是在香港 香港人在香港说什么 是他的自由 你既然同意了一国两制 你要尊重这个 你自己当初说的话嘛 是不是 好了现在中国搞这个国安法 直接把一国两制给终结了 那我们看到虽然 我说的这是一盘棋中的第三 他又重新前两步下不下去了 他这盘棋下的一个巨大的僵局当中 赶紧就 又挑出一个争断出来 这经常在这代下棋当中 的的确确也是个手段 你无论是国际象棋也好 或者是围棋也好也是 在一个地方就陷入僵局的时候 马上把别的东西再掉进去 然后把这个整个砝码加重 也就是在别的地方也挑起来 让这个棋变成一盘乱局 因为在因为在目前所走的两步 或者是目前的两个热点的问题上 他没有办法脱离困局 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当中 这个时候他挑动一个第三个问题出来 有可能把这个棋局搅乱 然后呢他可以 也许还有点希望 就希望对手下错 但这是一个 用下棋的比喻来比喻这个 但实际上我认为呢 这个比下棋要复杂得多 你这个两个已经是困局了 第三个就不会是困局吗 第三个同样也会 再次出现一个第三个困局 也就是说你下的这三步棋 全都是错的 那到时候你就会输得更惨 但是呢 这是一个人下棋 已经到下不下去的时候 他做的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说从 从中国的这步棋来说 把香港这事把它突然激化 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实的终止了 然后把香港人推到一个 就是说生和死要背水一战的这样的地步 导致香港股市大跌很多人在讨论移民 这个对中国有任何好处吗 这个的确造成了很大的乱局 有可能给全球造成比较大的损害 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损失的话 谁的损失最大呢 还是中国的损失最大 它会得到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它可能 最好的结果就是香港人屈服了 但这个时候很多香港人会跑 那香港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自由市场 它因为在深圳边上广东边上 它已经香港自始至终 从它历史上到现在 它为中国输入了非常多的东西 你无论中国是闭关锁国的时候 香港是一个窗口 香港不断的给中国输入外资 技术还有贸易 现在中国就是现在 中国的很多转口贸易都是通过香港做的 而且中国有很多买了 国外的东西也是从香港买的 香港就是中国的一个桥头堡 虽然它 虽然它是西方的 说实话它是西方阵营的议员 实际上西方是接受了香港的 把它作为自己的阵营当中的议员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很 很成熟的一套自己的民主体制吧 议会体制 因此呢香港对中国是无害的 它非但无害它还有百利 有人说现在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可以取代香港 那其实我我个人认为没有 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贸易都是通过香港做的 一旦香港失去了这功能之后 中国会损失非常之多 好就算这部分利益他们不在乎 他们他们的最好 这个中国的统治者打能够实现的最好的结果 就是香港归到真正按照一国一制了 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它为首欲为吗 它想怎么着自己指定港首 然后然后特首 然后自己自己在那执法 就完全按把中国大陆的一套法律搞过去 大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做到了香港也就死了 香港死了OK 对海国外也很美国啊 这些西方国家肯定有比较大的损失 这是肯定但对中国损失更大 那又达到了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些香港的大部分能够出国的人 或者能够那肯定都要跑 但是即使达到这一步 它会这么容易达到这一步吗 很多香港人其实和大陆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长期在香港他们 他们是愿意捍卫你 你只要和一个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人 你谈一谈 这些民主国家和这个专制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 是民主国家的人 他是心甘情愿自己来 牺牲自我来挽救他的捍卫他的制度 就打起仗来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愿意 就是说抛头颅撒着雪吧 真的愿意豁出去了 因为这是捍卫他们自己 因为在捍卫他们自己的什么方式 他们自己的财产 香港人绝对不会说简简单就投降了 就算了 他绝对后要经过一番 他可能最后 胳膊领不过大腿 但是他倒下之前 他绝对要经过一番 非常激烈的 不顾生死的这种搏斗 那这个造成的损失就大了 到时候香港不仅是香港被损坏了 你年代就是香港对中国造成损失 以及全世界围剿 全世界肯定就会来一起来制裁围剿中国 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像一个 纳粹希特勒那样不受待见的这样一个 因为在全世界看来香港是和平的 他没有武力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有你中国有所有的东西有这么多几百万军队 你这样以这样的方式你这就是 典型的一种侵略 他就可以看到当然你中国可以说是我的国内的事 但是你国内你也不能 你一家人你也不能动刀子把你的老婆杀了 是不是你这属于家暴 家暴的话警察也可以管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下策 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统治者现在已经是昏了头了 他得不到什么中间 他会损失很多 即使这样做了也不可能给西方或者美国造成多大的损失 他就算是把香港毁掉了 也不也不可能对西方造成多大的损失 只是把现在局面搅得特别的混乱 大家可能过不过来疫情 但疫情这些事今年 今年查不出来 明年查他他赔偿的时候他总会提的 他不会忘记的这个这个全世界是不会忘记的 如果你不让他查你就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抹掉了 那他就说你做的这一切就自证了你是对方 他也可以这样做出判断 只要你没有说服全世界那样之前 全世界就自然而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无论不这个盘面搅得多乱 最终还是不利的 这个事情只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下棋的中国这个统治者他们下棋的 他们实际上至少按照他们的观点 他们已经深陷泥潭了 他们已经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了 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乱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他们 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一个举动 毫无理直的疯狂的举动 但是呢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什么时代呢 就是说中国还要跟国外 跟国际有共同语言的时代的结束 现在变得中国和国际上没有共同语言了 无论他大家来讨论还是来不讨论 来具体做事情 你做的这些事情 国外的国际社会无法理解 他也没有办法做通过外交的手段 和和平的手段跟你进行协商 那大家就应对应了到时候 就拼实力了 你一个国家能够拼得过 拼个全球的实力吗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 这件事情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标志着 不仅仅标志着香港的一国两制结束 什么当时邓小平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中共统治者他还算是比较有理智的 还能够愿意去朝着这个现代化发展的那批人 他们那个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了 换了血而代之的是一个 完全是不理智的 一个疯狂的时代 这个时代能持续多长时间 我认为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这个恰而说明这个危机已经到了一个 必然大爆发 只要这个危机一爆发 那很快就能水落石出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 动荡的一个时代 动荡的年 年份年月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 一个 崭新的世界的即将开始的一个预兆 好的我今天就聊这么多 好回头再聊拜拜